欢迎信义企业集团40岁生日 长官学姐纷纷前来恭贺 创办人周俊吉也在这个好日子 宣布台湾地方创生基金会的成立 在地方创生这边 其实也是整个台湾的永续 好生活的一部分 因为如果城乡不经营的话 那台湾绝对不会是能够 长久能够发展下去的 早来有地方创生教母之称的 国发会前主委陈美玲担任 平台董事长 为的就是要帮忙乡镇个人 以及社区创新者 分析创业方向跟问题 再透过上中下游 各企业提供的资金 技术跟财务分析 协助社区中的团体或个人 早日实现梦想 台湾现在的状况就是 人口负成长高龄少子化两级 那再加上我们重北清南 重西清东 所以人口都外流 没有办法回流的这个状况 我们必须要给他一些药方 所以地方创生就是希望能够 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机制 我们让地方的产业能够起来 让地方的DNA能够被发现 优势能够创造出来以后 他们可以在地方有很好的生活 他不一定要离乡背景 那另外已经外出的人 他也可以回流 回到自己的故乡 强调永续的重要性 并信义企业集团以实际行动 落实企业社会责任 事严要成为公司治理典范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